光华新天地在7月份届满5周年 为了回馈广大的消费者 市场处特别从7月份起的假日时间 盛大举办WCG国际电玩竞赛 过程当中也将产生冠军队伍 代表台湾参加亚太区线上公开赛为国正光 光华新天地在7月份开幕届满5周年 为回馈广大的消费族群 产业局特别从7月6号起的假日时间 举办WCG国际电玩竞赛 届时也将产生台湾区的冠军队伍 打从这星期六星期天开始的一个 那个SF Online的一个游戏 game的一个竞赛 这部分来讲是原有的 但从50几组国高中组里面选择出8组 利用这星期六星期天来进行 那个全市场跟冠军的一个竞赛 这次WCG线上电玩竞赛 官方指定游戏包括了星海争霸2 英雄联盟以及战车世界 也欢迎各路好手前来体验超速游戏的快感 感受电玩世界的震撼力 7月6号开始一直到7月21号期间 我们会连续的三周都有那个电玩game的一个竞赛的一个活动 还有现场可以体验 我们也是现场会提供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游戏game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说现场那经过参加体验的话 都又会有小的赠品 可以让大家来试炼 6月23号的战车世界公开赛中 目前已经诞生了台湾冠军队伍 之后也将参加7月13号的亚太区公开赛 若能顺利击败对手 就可代表亚太区进军美国打总决赛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